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阿圆讲鸟话 我知道我也很久没有拍阿圆讲鸟话这个系列了 我真的是相隔很久才会出一次的鸟话 但是呢 这样多个月了 我已经没有出阿圆讲鸟话这个系列已经很多个月了 然后这几个月来 还是有很多网友一直在问 哎 阿圆你的阿圆讲鸟话有没有出啊 我真的是很喜欢看你阿圆讲鸟话的影片 然后阿圆讲鸟话这个系列影片真的是可以帮到我很多很多 所以我今天就看了最近很多网友 你们想要我讲的一个主题就是 如何放下一段你一直以来都放不下的旧感情 很多很多人应该都会被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困扰吧 可能就是你在一起很久了的一个另外一半 然后突然间有一天你们已经分手了 但是分手之后你还是一直忘不了这一段感情 一直放不下 你会一直去想它 然后导致到自己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这样是自己拿来痛苦的一个东西 如果之前就有看我阿圆讲鸟话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我之前阿圆讲鸟话那种风格就没有像这一集 因为这一集感觉比较严肃一点在讨论这个话题 因为呢 对咯 今天就想要做下来好好的跟你们聊一下关于这个话题 好啦 所以我们就直接进入今天这个主题的重点吧 在我的立场看来我觉得 放下一段旧感情就是忘掉一个你一直忘不了的人了 我个人认为是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你必须狠狠的告诉自己 这个人从此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第二个阶段呢 你就是你要告诉自己 爱情并不是你生活的全部 然后第三个阶段呢 通常到了第三个阶段的时候你就可以尝试 接受新一段恋情 首先我觉得第一个阶段呢就是要和狠的告诉自己 这个人从此已经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看清楚现实的局面 接受现实 他可能没有以前那么爱你 可能没有以前那么喜欢你 他已经就是你们的感情已经变直了 这个东西是现实 你必须要去接受 也必须要去看清 并不是每一段感情变直了都还能够完全的变回原味 所以凭下心来告诉自己 硬硬牛开的瓜是不甜 与其你在感情中那么勉强 如果对我的话 我倒不如建议你痛快的放弃 就好像老人家讲的咯 长痛不如短痛 不要再去打听他的消息 不要再去关注他的朋友圈 也不要再去关注他近期的动态 因为这样子的话 你是不会忘记他的 你是不会放得下的 还有一点就是 我个人认为是很致命的一个东西 就是如果你们已经分了手 但是你还忘不掉他 还放不下他的话 更加不要去看回你们之前的回忆 照片啊信息啊 因为这个东西 你看了之后 你那一碗你的枕头就是完全湿湿这样来碎的 何苦勒 请问何苦 这个东西你根本就是在折磨自己好不好 你不会因为看了这些回忆 而让你们这段感情就是可以有复合的机会 不是完全没有复合的机会 但是我觉得你就没有必要这样子去折磨自己 你讲是不是 所以你必须接受现实 让他在你的生活彻底的完全的消失 你要知道反正他已经不爱你了 你是不是应该努力的让自己忘记他呢 第二个阶段 爱情并不是你生活的全部 这一点是我非常非常认同的一个观点 就是无论多美好的爱情 都不要让爱情成为你生活的全部 这一点的话就打个比如 就我和沙子嘛 我和沙子在一起已经四年多了 然后呢我们其实就是我们对爱情的观点 我们双方就是达成一个公司 就是我们都没有把爱情当作是我们的全部 就可能如果爱情是100%的话 我们可能只会放一个80% 因为这个是我有问过沙子 然后沙子也有问过我 我们平时都只是把爱情放在7、80% 然后剩下的2、30%都是自己的生活 就是朋友啊 然后一些兴趣、一些爱好、一些梦想之类的 就是不要把爱情当作是你生活的全部 因为爱情如果你掌控的好的话 它可以是一个很幸福、很甜蜜的一个东西 但是如果爱情你掌控不好的话呢 就会让自己变得非常痛苦 因为你看得越重 到最后你就会伤得越痛 所以一切都是取决于你自己把爱情看得有多重 记得不要把爱情看得太重 爱情并不是你生活的全部 你试试看转移自己的生活重心 可能可以约多一点朋友出来 喝下茶、聊下天 可能可以找一些运动 早上去爬山啊 或者是如果喜欢打羽毛球、打篮球、打足球 什么什么都好啦 反正就是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然后热在其中 去享受那一件事情 它的过程会让你觉得很开心啦 如果你去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你会觉得很开心的 总之记得就是不要把重心 不要把生活的重心完全放在爱情这两个字上面 因为真的是没有那个必要 就是你自己去衡量爱情的重要性 不是说爱情不重要 只是讲你其实可以不用把它看得那么重 因为看得越重 真的自己伤得越痛 所以我还是会建议你培养多一点自己的爱好 自己的兴趣 然后去热爱生活 用一颗热爱生活的心 然后慢慢的从这一段感情中走出来 你要知道每个人的生活 就算没有了爱情 也一样可以很精彩 很实际 你根本不需要去在乎那些不懂得欣赏你的人 他不爱你 没关系 你依旧可以过得很开心啊 对不对 第三个阶段 适当的接受新的感情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自己好像已经很久很久 没有去关注他的近期的动态 没有去关注他的朋友圈 没有去偷看他的东西 那么恭喜你 你已经走出来 他已经没有那个杀伤力可以伤害你了 这个时候 相信你已经把他放下的七七八八 可能已经放下了七八十八千左右啦 因为过了一段时间 你没有偷看他的东西 你连自己都已经不以为意 就是完全忘记了你要去看他的东西这件事的时候 就代表其实他在你的心里的位置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 所以如果在这个时候你有新的追求者 或者是你有新的追求对象的话 那么其实你还是可以考虑一下去展开这一段新的恋情 前提是你也是要对他有不错的感觉啦 然后你们就可以尝试展开新的恋情 新的恋情会让你告别痛苦的过去走入甜蜜的新生活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对自己讲 你不爱我真好 我遇到了更珍惜我的人 每个在你生命中路过的人都会成为你的记忆 而生命的主人始终还是你自己 所以还是要记得爱自己多一点 珍惜保护自己多一点 就像我讲的咯 找一个人生目标 然后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精彩 还是那句不要把爱情看得太重 如果你问我爱情对一个人重不重要 我的立场来讲会觉得爱情是很重要 但是并不是没有爱情就会死的那种 爱情对我而言的话是重要的 但是也不至于是我生活的100%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今天这个影片所要强调的重点 就是千万不要把爱情看得太重 好啦所以今天的鸟话就大概讲到这一边 今天的重点就是三个阶段如何放下一段旧感情 希望那些还没有放下旧感情的朋友们 看到这个影片能够对没有帮助啦 如果你是没有这个问题 但是你的朋友你的兄弟闺蜜 他们有这个问题的话 请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他 因为这个影片是我做了不少功课 才可以讲到这样长的鸟话的 所以如果你们喜欢爱情讲鸟话这个系列的影片的话呢 可以在下面点个赞或者是留言告诉我 你们的点赞是我最大的动力 因为我看到一个赞数如果是很高的话就代表你们很喜欢看鸟话这个系列 如果你们很喜欢看鸟话这个系列的话 我就会很有动力继续拍更多不一样的主题 所以我的动力是来自于你们 yes 就这样子啊 拜拜 拜拜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